家长近日风永志接种站带小朋友打疫苗 台大医师林明泰公开示警 4月底收治了10岁亲症男童 两天就痊愈了 但是一个月之后出现了高烧腹泻 起红疹以及淋巴结种大 6月1号住进加护病房 最后证实这位病童 罹患了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成为了台湾第一起个案 医师坦言是要打仗的时候了 马街儿童医院黄聪宁医师 特别出席记者会 教大家如何判断警讯 曾经得过新冠 好了 突然发高烧 加上有呕吐或者腹痛 或者是拉肚子 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发生族群在0到19岁都有可能 但是6到12岁年龄最多 大多发生在染疫康复之后 2到6周 如果出现6大症状 像是腹泻 腹痛 皮肤出疹 呕吐 眼睛冲血汗 头晕等症状 都有可能是征兆 要立刻送医 虽然台湾儿童得到的几率是万分之一 但是一旦得到死亡率就有2% 但国外研究发现 只要打一剂新冠疫苗就可以下降97%的风险 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会陆陆续出现一些个案 这些个案发生症状 通常是在感染之后 2到6周之后才发生 小日科医事务昌腾呼吁 让孩子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之一 除了预防重症死亡之外 也可以将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发生的几率降到最低 记者杨世旭金组人王一仲台北报道